前段时间 向左和郭碧婷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一组照片引发了热议 郭碧婷容貌大变 仿佛被向左吸干了元气 长得越来越像婆婆成蓝 郭碧婷和向左也越来越有夫妻相 这对郭碧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自从郭碧婷嫁给向左之后 这一家人就话题不断 把私生活变成了全民为官真人秀 郭碧婷和向左的婚姻也一直备受争议 向左还被曝 疑似在郭碧婷哺乳期出轨 有人调侃郭碧婷未必有多爱向左 而向左也同样如此 别的人老公不回家 老婆肯定会伤心难过 但是换成郭碧婷 她不知道有多开心 细看向左之前交往过的女朋友 确实不是像郭碧婷这样安静文艺的女生 而是性感大胆 有个性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她的前女友之一 黄碧婷了 当初两人是爱得高调又甜蜜 黄碧婷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向家 奈何陈兰就是不喜欢她 棒打鸳鸯 最后两人分道扬镳 退圈转行 煞费苦心依然嫁不进向家 按人分手 黄碧婷怎么看就像是落得个惨兮兮的下场 但是这位姐很神奇 转身嫁给了比向家更豪的豪门 从此专注搞事业 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干到了上市 堪称奇女子 对于黄碧婷年轻一点的 以及不关注港瑜的人可能会感到很陌生 她的作品不多 退圈也比较早 她当艺人的时候 港瑜也已经开始没落 黄碧婷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生长在新加坡 在澳大利亚读书 她还有个同胞姐姐黄碧君 一色偶然的机会 姐妹俩被环球音乐集团看中 于是来到香港发展 姐妹俩效仿TWINS组合成立2R 经纪公司给她们规划的路线是影视歌三期 出唱片 拍电影 演电视剧 但是反响平平 黄碧婷发展的比较姐姐稍微好一点 她凭借电影《死亡写真》 提名了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折腾了好几年演艺事业都还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姐姐黄碧君干脆退圈结婚生子去了 再一次引发热议 还是几年后她被卷入陈冠希艳兆门 黄碧婷则是继续留在演艺圈打拼 但是相比于事业上的起色 她那些轰轰烈烈的绯闻更是吸睛 先是拍了周星驰的啤酒广告 和星爷传出绯闻 后来就直接爆出她和富商已婚 原来2022年 黄碧婷刚来香港发展不久 就和大她17岁的新加坡富商 陈敬邪相识相恋 迅速结婚 但是都没有公开 陈敬邪曾经是范文峰的男朋友 两人交往长达11年 很多有钱人都信命里玄学那一套 陈敬邪也不例外 据说她和黄碧婷在一起后 她在香港的公司顺利上市 之后发展得很顺遂 她觉得黄碧婷有望夫属相 所以非常宠爱她 2006年东周刊 提报黄碧婷已婚的消息 黄碧婷开记者招待会否认 并且说结婚的文书是伪造的 但是打脸的是 结婚证书是由新加坡官方提供的 事实不容狡辩 黄碧婷也不得不承认 尽管黄碧婷几次 极力撇清她和陈敬邪的关系 但是秦敬邪却也很甘愿配合 直到实在是瞒不住了 还表示理解妻子 说她有苦衷 因为隐婚事件 黄碧婷的演艺事业一落千丈 2007年环球影片解散了2R组合 本以为黄碧婷就此安心会过日子 当她的豪门阔态 毕竟富豪老公看着确实也很宠她 但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可不愿意待在家 外面的花花世界瞪着她去探索呢 之后她依旧是绯闻不断 今天和某女星的男朋友逛街 明天和外籍男生牵手押马路 黄碧婷手段也很了得 一边安抚被戴绿帽的老公 一边和其他的帅哥谈恋爱 最后遇到向左直接提离婚 他和向左是在日语进修班相识的 两人爱得很甜蜜 出入都是成双入对 完全就是热恋中的情侣 但问题是 黄碧婷有老公啊 港圈太子爷脸上人妻 直接震撼石刮群众 向华强和向太脸上也刮不住 热恋中的向左才不管这些 依然我行我素 毫不在意大众的眼光 就是要给黄碧婷一个名分 向左的酒店在澳门开业 向左公开带黄碧婷出席 公开承认两人的关系 但是他妈妈就不乐意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 向太直接放话 黄碧婷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话里话外 就是不承认黄碧婷是向左的女朋友 搞定向左还不够 讨得向太的欢心才是最要紧的 为了表忠心 黄碧婷立马飞到新加坡和陈静歇离婚 原本的他提出了要一亿的分手费 但是为了尽快切割 他管不了这么多 直接庆身出户 俨然一副遇到了真爱的架势 身份没有束缚之后 黄碧婷和向左恩爱秀的飞起 突然现身给惊喜 黄碧婷想吃月饼 向左就跑去给他买 给他当提款机收持品买买买 夸黄碧婷是满分女友 两人的互动也是甜甜蜜蜜 向家的大小聚会 向左都会带着黄碧婷参加 在外界看来 黄碧婷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向家 但这是外界想的 向太并不是 他是一边夸黄碧婷乖巧听话 一边对两人的婚事不松口 甚至话说出向左拿到影帝在结婚 向左的演技懂得都懂 这就相当于变相拒绝他了 黄碧婷那时候的名声也不好 二十出头的年纪 就嫁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男人 为事业铺路 然后又出轨离婚 野心勃勃 还有人形容他是撈女 向太的婉拒 没有让黄碧婷死心 为了讨好向太 得到他的认可 黄碧婷退出了演艺圈 去读工商管理课程 考取了证监会许可的牌照 从事股票交易工作 做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连赌王四泰梁恩琪 都夸他懂得自我增值 但是不喜欢你的人 你再怎么讨好 他也无济于事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再加上向左时常传出 和其他女明星的绯闻 黄碧婷是彻底死了 嫁入向家的心 和向左分了手 接受采访时 记者问到他和向左的这段恋情 黄碧婷情绪上头 忍不住落泪 看得出来 他对向左用情直深 为他离婚 为他拖圈 费尽心思要嫁入向家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向太不喜欢他 也不难理解 黄碧婷22岁 就敢嫁 大自己2块20岁的男人 并且能让其出钱出力捧自己 离婚了也毫发未损 和平分手 轻轻松松 拿捏一个上市公司老板的人 没有心机手段 是很难做到的 而这样的人注定不会任人摆布 要是真嫁给向左 向太的风头和光芒 都要被抢了去 向太的棒打鸳鸯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豪赌一场血本无归 在完成硕士课程后 黄碧婷离开香港 回到了马来西亚 或许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会丢失 但是学到脑海里的知识 永远不会 只能想到 当初为讨好向太 刻意学习的相关课程和学位 竟成了黄碗婷的翻身资本 她先是投身房地产 卖房子 做到销灌 对于房地产行业熟悉 其有一段积累后 黄碗婷和妹妹 开了一家房地产 线上交易平台 在马来西亚深耕几年后 业务拓展到新加坡 然后今年她的公司 已经在纳斯达克桥中上市 有意思的是 今年她公司上市的时候 还有人在线爱的相太 问她后不后悔 不让向左娶她 黄碗婷一整个容光焕发 早已不是当初看起来 费尽心力讨好人的 唯唯诺诺的小白兔 而是精明能干的商界精英 事业有成 家庭也很美满 当她转战房地产之后 就碰到了现在的老公 David Holm 新加坡的地产大亨 大富婆 比她第一任老公都要有钱 比她大19岁 两人于2016年结婚 生了一双儿女 虽然有相当大的年龄差 但是由于有共同的事业 两人很聊得来 黄碗婷也从不否认 丈夫对自己事业上的帮助 觉得她是她事业上的引路人 在她身上 她学到了许多 结婚后 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做豪门阔态 而是继续在职场打拼 她还拿到了女创业家的奖项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 大都是学习和工作相关的信息 偶尔也会分享家庭生活 可以看得出来 事业带给她的自信 以及自我实现感 回顾黄碗婷的前半生 不得不说 她确实是个奇女子 22岁嫁了一个富豪 27岁离婚和向左相恋 34岁 再嫁入更强豪门 自己转行创业 也做出了一番成就 虽然是普通家庭出身 但是野心勃勃 有胆识有魄力 有心计有手段 目标明确 敢于争取 不放弃学习 自我增值 把婚姻当踏板 还出轨的人 多少都会骂上一句坏女人 黄碗婷也经历过 她能翻身 口碑逆转 全凭实力 所以说 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 有事业就是有底气 突然有底气的 也有底气的 可能就会有底气的 感谢观看